电动自行车意外多 交通部演理规范 除了挂牌保险之外 还要限制未成年不能骑鹏 30岁读大学 70岁他是博士生了 靠领想学金读书 研究癌症治疗 造福更多人 罹患膀胱癌 靠着乐观和勤劳来抗癌 环保战是他最好的 肾心安顿之所 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10月14号 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陈珠奇 全民节能减碳 在省电的观念之下 很多的电力相关设备 恐怕都要更新 在今天新闻中 一连两则报道 我们来关心这个议题 家里的插座 您可从仔细留意过它 多半是双孔或者三孔 台湾使用的是110伏特的电压 所以如果您出国的话 多半要带一个转接头 可是现在台电跟经济部建议 将来新大楼全面要改用 这种四孔的插座 它可以使用110 也可以使用220来交互使用 原因就是专家研究发现 110的电压 比较容易在电流传输的过程当中 造成电力耗损 电风扇冷气全部一起来 每年夏天耗电量大 其中电线老旧加上电压低 造成电线耗损而浪费电 是隐形耗电杀手 全球电压相对照 除了美洲之外 亚洲 纽澳和欧洲 电压几乎都在220伏特上下 如今台湾也将展开规划 将电压从110提升到220伏特 它初步的它是说有一个四孔的插座 可以提供 同时提供110跟220的用电 法规上的规定 它同时同一个插座 它是不能有这个 这个不同的电压 法规面的部分 我们还要再跟 门眼局那一个部分来做一个讨论 未来两三孔设计将改为四孔插座 台电眼里提出用电改压计划 将率先针对新大楼 另外增加220伏特配电 而改压后 预估可大大降低家庭端电线耗损 最快年底前 台电将提出修法计划 而随着电压提高 电流降低 专家推估家庭用户线路 可减少7成5损耗 等于年省11度电 其他像是马达线圈电器 也跟着受惠 省电功效提高2到3成 至于现有用户只能利用重新装修 更换配线 最快已要明年才能上路 依然维持两种电压选择 不会强迫民众产生换电器困扰 大约新闻小智姐李明华台北报导 好 当然现在这个只是在政策讨论的阶段 提出来看看大家意见如何 真的要全面更新 恐怕还是旷日费时的 即便以亚洲国家为例 我们看亚洲国家大部分 包含了中国大陆 香港和马来西亚 现在使用的都是所谓220的电压 台湾跟日本是属于110的 而日本是最特别 两种制度是并存的 其实要从110改为220 真的是旷日费时 以台湾来说 专家就表示 现在我们很多老旧的公寓住宅 里头的配线根本只能够使用110 要全面换成220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政策要在台湾全面更新 恐怕会面对相当大的困难 眼前冷气机两吨半 耗电量大 连这个加热炉 好几个水壶同时要加热 为了让电流稳定 同样得使用220伏特配电 在爬坡一直要加油 才会一直保持动力 如果你用电力很大 你那个电压没有用220 只是用110加热炉 就会一直耗 如果用110的话 它的电流量就会比较大 一条电线如果电流量大的话 因为电线里面有那个电阻 有阻抗 所以电流大的时候 它产生高热 这个电线的损耗大 这个电线也容易走火 目前家中常见电器 电量需求都是110伏特 换算成基本公式 1100瓦 当电压越大 电流就变小 专家表示 自然对线路耗损也大大降低 只是电量突然加大 会不会带来风险 你看到冷气孔 一定是这个样子 不然就是这个样子 不然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110的 就是这个样子 很简单 所以阿公阿嬷拿到吹风机 它不会乱插 一般用电气胶布 用什么的绝缘 就已经很足够的 我们要重新接 是不是另外拉一条线来接 对对 我们配电板那边拉 台电改压新方案 对于旧有建筑 如果要帮每个插座 重新配线 每条线路 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 无形中增加费用负担 加上漏电风险评估 又带专家学者完整配套 大约新闻小事节 李明华台北报道 还有一个政策 也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现在这种自行的电动车 可能是我们在大街小巷 经常可以看到的 可是它风险很高 因为第一 它现在是不需要挂车牌的 也没有任何的强制保险 一旦发生意外的时候 责任实在是很难厘清 所以交通部现在也打算要修改法令 告诉大家说这种电动自行车 以后要悬挂车牌 而且要强制保险 最重要的是要限制骑乘的年龄 比方说未成年的青少年 不可以骑乘 看看大家是否赞成了 淡水老街上这一排 看起来像机车 其实是电动自行车 属于慢车 租借不用驾照 当然年龄也不是问题 是不是不用驾照也可以 对啊 很安全 怎么样安全 就是车速不会太快 让那个不会骑车先练习 巷洞里人车真道 看起来显向还生 现在传出交通部盈役 限制骑乘年龄 如果三位小孩在骑乘 都不一样 大家都随便骑来 不可以这样子 你觉得这样蛮危险的 本来就是 而且你也要有执照 目前全台有超过33万辆 电动自行车 根据内政部警政署统计 近三年 不论是车祸件数 或受伤人数都不断攀升 但依照现行法规 只有2016年 规定骑乘电动自行车 要戴安全帽 因为没有罚则 只能劝导 现在交通部加速 严顶纳管 预计年底前提出草案 交通部表示 年龄限制目前还没有定案 但电动自行车 功能几乎等同机车 却没有被严格纳管 现在政府正视问题 等到法令上路前 还是呼吁民众 遵守交通规则 毕竟安全不可轻忽 大家想要继续 好 台北报道 今天对高雄人来说 可是个大日子 因为等待了十年的铁路地下化 终于在今天实现了 这一次高雄铁路地下化 第一阶段的完工 在今天正式通车 总共有三个车站 从左营高雄到凤山 大家可以体会得到它的便利性 而这个第一阶段总长是15.37公里 将来还有第二阶段的工程 一旦全部完工之后 高雄市的平面 就再也看不到平交道了 铁路地下化正式通车 转中站名级周边景点标示牌 高雄铁路地下化正式通车 从左营站到凤山站 百年地平线铁道走入历史 地上的野员 然后地下的宝宝 就是说台铁之前 这边都是在地上跑的火车 已经跑很久了 那现在从今天开始 它就是下地 就好像刚出生的宝宝一样 13号晚间10点27分 高雄临时站开出 最后一班平面自强号列车后 铁路局随即启动换轨作业 14号正式通车 有民众专程南下 乘坐第一班列车 第一班车就从平道搭车 然后还来这边排 非常之开心 买到这么多好放个票 新的地下化铁路 除了左营高雄及凤山三个站 改为地下化外 新增了内围美术站等 七个通行车站 提升了搭乘的便利性 地面发展也不再受铁道限制 每个车站都是停的话 可能就是会造成 整个列车的行驶时间会增加 不用再晒太阳嘛 然后地下化就是说 对地面上的交通 应该比较不会有影响 车站漂亮了 像高雄车站也跟台北车站差不多了 新的高雄站站体设计新颖 新颖民众驻足拍照 笑容力透露着对未来的期待 大约会派专家瑞平高雄报道 今天星期假日固定单元 一点通关心医疗保健的消息 今天要谈的是 这几年大家很流行在练健身 尤其是锻炼核心肌群的重力训练 这几年真的很多人在做 可是这种重力训练 对肌肉骨骼的压力是很大的 一旦你姿势不良 不但练不成就 还可能造成很多的风险 听听看教练怎么说 刘先生健身将近三年 很享受彪悍的感觉 过去曾经因为姿势问题 练到受伤 脊椎的问题 然后还有膝盖的关节炎 让你更知道说 要就是太累的时候 可能不要坐太重 健身运动伤害常见排行榜 包括腰部 膝盖 手腕 还有肩膀 患者常常都会说 好像有点啪一下 或者是哪个动作不注意 比如说要比较远 如果说做哑铃的动作 拿远一点要回来 出来好像觉得怪怪的 走这边会 它是肩膀这部分 走再换过来 一样 对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 左手往内紧扣 右手大手 软身伸展五到十分钟 能够唤醒身体 减少受伤的几率 时下流行的重训 是透过负重来训练肌肉 热门的三大动作 除了握推 硬举 还有深蹲 它的腰必须保持平直 不然如果说你有拱背 或者是太弯 它都容易造成我们腰椎的压力 初学者最好有教练指导 不能够冲太快 缩过头 那如果你有蹲不下去的问题 就不要硬蹲 尤其是在健身房 如果你是有压重量的话 你有可能是因为 你脚的活动度不够 你硬蹲的话 可能会容易造成拉伤 健身运动掌握三个要领 姿势要正确 由心到重慢慢来 配合呼吸调节 走腿的时候主气 走起来的时候再放回去 全台吹起健身风 能够锻炼体态增加自信 过程中如果感觉到疼痛 就该暂停找出原因 千万别逞强 现在不只是要活就要动 要活动还要学习 来认识这位住在彰化的 赖老伯伯 他今年70岁 可是一位准博士生呢 原来他本身是一位工程师 到了30岁 孩子都逐渐长大之后 他就去读大学 现在一路读到了硕士 也读到博士了 最近他要请领奖学金 还创下村子里 最高龄的奖学金得主 赖聪朗先生缓缓走进 彰化南瑶宫 弯着腰打开塑胶带 里头装的是硕士班成绩单 要来申请庙方的奖学金 庙方一度以为赖先生 是来帮孙子申请 不过这张分数 几乎全是A的成绩单 学生姓名就是赖聪朗本人没错 像是练二年级 但是我一年级 完成硕士该读的学生 算数已经完成了 现在已经准备说 要读博士班 70岁的赖聪朗 目前就读中国医药大学 生物医学研究所硕士班二年级 他公专毕业出社会 参与过十大建设 30岁才读大学 曾是北捷工程师 退休务农摔伤 行动不便 决定重拾书本念硕士 老师一出题目 那我们回家赶快做 不要把问题留在心上 或是把困难留在心上 我们要尽速地给它解决掉 南腰工创办奖学金 47年至今 赖聪朗是最年长的申请人 赖聪朗的父亲 以及自己第一任妻子 都是癌症过世 他希望深入研究癌症治疗 造福人群 活到老学到老的耗学精神 令人敬佩 大爱新闻张华综合报导 看看接下来还有哪些新闻重点 感谢观看 四川和西藏交界处 因为日前发生了一场山崩 导致金沙江断流 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艳色湖 没想到最近再一次的山崩 让这个艳色湖 已经产生了窥堤危机 这个德隆县距离这个 金沙江艳色湖有300多公里 德隆县一共确定了 四个乡一个镇的人 共4072人 这个群众要进行疏散 两次山崩索性到目前为止 没有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 可是疏散的人数却节节攀升 主要原因就是现在 艳色湖出现了溃堤危机 住在周边的居民 都在官方的要求之下 撤离到安全的地点 好 不论是先进的或者落后国家 一旦发生灾难的时候 都是在考验人性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美国 最近遭到麦可飓风的侵袭 在美国东岸的灾情是非常的严重 现在已经有19人死亡 而且在一片的混乱当中 就连美国都出现了趁火打劫的状况 在美国东岸肆虐四天 麦可飓风就像轰炸机 在经过地区留下严重灾情 救难对爱家爱户寻找 可能埋在瓦砾堆下的受困民众 甚至出动搜救权寻找幸存者 沿路都是倒塌的电线杆和断掉的树木 到目前为止 七州灾区大约还有75万户停电 通讯也还没恢复 佛罗里达州巴纳马市和外界断了联络 可用物资慢慢减少 有些人为了生存 甚至偷拿商店货品 现场的CNN记者 还看到便利商店有两人 自称是店主朋友 拿着装满商品的背包 大摇大摆地离开 佛州沿岸地区一片狼藉 放眼望去 房屋只留下一地砖块 甚至只能看到地基 连屋子在哪都不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俄亥州演讲时 表达对灾区的关心 预计这几天就会前往佛州 和乔治亚州看灾 大海新闻正于宣编译 印尼苏拉威西的地震 所造成的海啸复合式的灾情 到现在虽然搜救已经停止了 可是紧急状态还没有结束 政府的各种震灾行动 还在陆续进行 其中包含了刺激志工 这一次呢 志工前往是灾区最前线 离海边最近的一个小乡村 叫做浪加拉 这里是一个渔村 居民现在多半都住在帐篷里头 而且是没有电的 所以此季的援助物资 就包含了太阳能板 在满物资的卡车 一路颠簸前行 这趟路的目的地 是强镇的重灾区浪加拉县 车行了两个多小时 终于到了混巴萨和速马利村 受灾的600多户 多数都是家园全毁 露斯尼已在村里住了 快20年 他说这次是他遇过 最大的一次地震 志工带来的物资 包括泡面 干粮 矿泉水 大米及卫生用品 每个受灾户都有一份 另外志工还多准备了 大帐篷和太阳能板 让海外附电的村子 能有电可用 灾后半个月了 志工为受灾民众送来 他们需要的物资 也送进恢复家园的满满希望 大爱新闻 威力 古纳迪 印尼报道 这起地震发生至今已经超过半个月了 大爱新闻几乎每一天都为您追踪救灾的最新定度 结果呢 这样的新闻报道就引发了住在八路灾区 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关注 他们收看到印尼大爱台的报道之后呢 也效法志工精神参与了赈灾行列 五百份物资 有食物 有生活用品 亲邦亲 林邦林 住在八路市的一对夫妻 欧尼与肃利瓦蒂 送爱到浪加拉欧迪村 我非常感激 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工作 然后便宜我们在这里都居住在与书 在隐私人的地方 所以我们有您的帮助 我们非常感谢 我真的很感谢 我仅然不知道 但我仅值得 我仅值得 我仅值得 我仅能能与我能有所给一些 我仅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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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我帮助别人 我愉快 从中我愉快 甚至没有感到 不忽快 有不忽快 付出无所求 还能感觉欢喜 印尼大爱台播送这样的观念 启发了欧尼夫妇俩的行动力 印尼正在进食 从大爱台引动善的效应 平安的人走进灾区 抚慰受难的人 大爱新闻老拉 夏丽印尼报道 全球因为天灾或者人祸 让难民人数节节攀升 现在联合国的统计 难民人数已经逼近7000万人 可是也有越来越多国家 对于难民是抱持着拒绝的态度的 联合国现在所召开的 难民联会当中 就特别邀请了 包含慈祭在内 很多的NGO共商大计 看看这么多的难民 到底该如何处置 联合国难民署在瑞士召开会议 超过125个国家代表 相关组织与民间团体 共同参与 德国慈祭之功代表出席 我们刚才能认识 that The Delegates will now discuss We have talked about our annual budget for the UNHCR алhu is really only about half has actually been committed by the member states so far so there's quite a significant funding gap in te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оки to mitigate the migration crisis As such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global NGO such as TSU-ŻU continue to play an active role 在帮助人们在地上 在发展的计划 帮助避免危险危险 虽然很多国家在接受难民的时候 都会引起国内一些也许会反弹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很多国家还有人民 是愿意以人道的精神来接受难民 因为没有人会希望成为难民 很多难民也希望可以回到家 人道援助的支出就让塞尔维亚一度 难以附和 欧洲此戒至公关怀近三年 持续补给饮食与物资 那些人们在祈祷的祈祷 一定会参加祈祷的祈祷 所以我祝你们祈祷的祈祷 好吗 非常感谢 心灵资粮让累忘他乡的难民 寻得安宁 习近人同难民属强调的 以人为本 持续不分种族 宗教援助 带新闻知识美志工综合报导 难民人数之所以不断增加 有某部分原因就是所谓的气候变迁 中研院的院长廖俊志 今天在花莲敬思堂应邀演讲 转体发表谈的就是气候议题 无论是海平面上升 森林大火等等 全球暖化让许多人沦为气候难民 气候变迁议题迫在眉睫 访卖宗门营中 中研院院长廖俊志告诉大家 最重要的是强化社会的减碳意向 速食节能资源回收 正是我们当今社会最需要的一部分 也是可能最有效 急速减碳的第一步 以台湾来讲 最恶劣的状况之下 2100年北台湾可能上升5度 将来我们冬天可能就不见了 把全球暖化缩引到台湾 春夏秋冬的自然法则 也将因为人类过度使用能源而被打破 因此国际气候变迁委员会 将暖化上线从摄氏2度C 更改为1.5度C以内 避免加速环境的巨变 所有的学生他们面对 他们最危机的下一代 他们必须要自己亲身来实践的一个部分 减少能源的消耗 也是我们必须要在 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教育 我们的生活的教育要加强的部分 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 是全人类的使命 期待人人加强危机意识 降低欲望 珍惜资源共同亲近大地 大爱新闻 显山邓米宜 花联报道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画面 是此季一年一度的 置业体同仁 法卖宗门营 今年连续三天的课程 在今天已经圆满了 总共有将近600位学生 学员在今天的课程当中 共同见证了此季 四大置业的发展脉络 十季四大置业体同仁 回到心灵故乡 花联 在三天法卖中文营 共同精进 从做中学 学中诀 深刻体悟置业的核心价值 法卖中文 要了解法 才能够走得更远 不只是自己要听 还要传 诗对了 法就对了 法对了 心就对了 心对了 人就对了 人对了 就会做对的事 开启法卖中文 摊开慈祭大藏经 从1966年开始 一路走来 行愿愿行 从慈善起家 医疗 救把病苦 教育传承希望 人文见证历史 每位菩萨步步踏实 为佛教 为总生 这么简单的六个字 从此开始 传佛心 立实志 把握时间 利用生命 我们的生命 能不能成为 人生命中的贵人 这是很重要 要社会祥和 要天下五财难 唯有人人 身体立行 北武他法 在金社法师带领下 共同发愿 传承禁私法脉 落实慈祭宗门 期待人人用爱铺路 接引更多人 走在菩萨道 大海新闻 大海新闻 显山登明 花莲报道 2016年 正言上人宣布 慈祭宗门以利 上人所带领 全球弟子 走的就是人间的菩萨道 强调的是 在人群当中 真实修行 在今天的近思成语 上人也提到了 身口异业的重要 在人群当中 人人守好 身口异业 谨慎修行 才能让自己的佛学了解 有所成就 他以前常常 皮疙瘩了 每年 常常口出二眼 只要出来做很多 就要抓到一个公子 大生打 大生闹 不然打孩子 懵孩子 懵母 如果酒喝下去 又不放 就咬我 到家裡 家庭 有没有 常常在码三支筋 我就常常说 我的心肝 就想 阿咪大喪 你这个码 你码 码不好的码 是走口業你知道嗎 我剛才很普遍就是千元萬元我講不出來就是 我會做給你看 不然他一直給我鼓勵出來走這條路的時候 我不知道實際要出來做 你才會知道我們是很幸福的 你要把握這樣 我們心情這樣在共用 付出讓人人開心 這樣就是共用 我們可以把辛苦的付出 其實改變是這種心理 心啦 這個心理改變也就是意義 這種意義影影響到信仰 就是我們的觀念 是什麼時候改變了人的行為 這個讓別人看到 有興趣就會開到開心 發生車禍 腳骨折 然後打石膏不方便 所以要做輪椅 謝謝 要幫忙推嗎 對 幫忙推 以前幫人家推輪椅 我們好像純粹只是服務 那受傷的時候 被人家推輪椅的時候 覺得種種的不方便 那所以我們再來做醫院志工 再去服務人家推輪椅的時候 我們就會更用心 好不好 這就是醫 醫院一動脸 如果生意就動脸 所以這個生意的共用 是用他自生的心 叫付出 不是做做 也不是做给人看的 是大宠内心 自己的愿意付出 这种身体自信 自然来境三不大 一大早来的话 我们先开门 开完之后 我们就先把电脑 所有的电脑 投影机荧幕先打开 然后开始连线 其实我是觉得说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实做再多 其实都还不够 真的一旦失去的时候 你真的就觉得说 你做的真的不够多 其实人就是有一些小习气 如果有薰法香 其实有一些东西是 慢慢自己会警惕自己 好习惯自己的担心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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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 心体力行 将人人生为菩萨 将生意造成菩萨观中 慈禧走过52年 人间菩萨道的精神理念和实践 就收录在这本 《行愿半世纪》的丛书当中 现在这本由上人所著作的书籍 也出版了简体字的版本 这是慈禧首度有简体字版的书籍发行 《行愿半世纪》 《正言法师与慈禧》 北京新书发表会 虽然正言法师是出家人 但是这本《行愿半世纪》 却不是讲经说法的书 而是它逐迹的记录 和大量感人故事的集合 正言法师的实践精神 超越世俗对于出家人的执见 这本书也是第一本 关于正言法师著作的简体字版 三 二 一 我们可以看到正言法师的大愿 就是来体现我们的文化的人物体制 北大德高望重的哲学系教授楼宇烈 点出讲座主题和正言法师理念不谋而合 台下情作笔记收获存心 我觉得每个人如果有机会的话 都应该追随慈禧的脚步 跟着慈禧一起去行善 一起去真正的行 应该讲知行合一嘛 从一个字 一句话 一个理念 这本书带来的是人生方向 大爱新闻 真上面志工 北京报道 所谓的人间菩萨道讲究的 就是在人群当中实践佛法的理念 但您认识这一位王朱云 多年前他就得知自己罹患膀胱癌 包含了膀胱 肾脏 甚至子宫在内 都做了部分的切除 虽然身怀病痛 但他从不觉得自己是病人 天天生活规律运动之外 他还到环保站去报道 环保站成了他修复身心最好的所在 主婦看起来很少年 主婦很有活力 主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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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六年就要两千 两百公车 我那儿做了 我就回到社会政府 和煮卖来吃 我都差不多七点半 要去到我 我如果上落去 我会把范困很多 我六十牆 我就蓬空了 蓬空 如宮 都在蓋著 拿著 我現在就是人工的 要配女婦 但我們這樣看 我們不覺得她的身體很清雄 不受一般的人 如果她這樣 她就在做 身體這樣更變了 我們健康的人還要靜靜 靜靜 有什麼不方便 就蓋起來就蓋起來 蓋起來就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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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年來一塊都在這裡做 看這位菩薩都效果常開 對啊 它什麼都是好好好 以前也跟我們去做醫院的志工 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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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好玩 謝謝 那位祖父 現在還有人家 那位祖父 這樣感覺我發 這樣都不悠不悠 是幾幾歲了 他身上聽到是這麼多的不舒服 但是他給我們就是看不出來 也給我年輕人可以向前的力量 長久以來不因為白痛 一樣 每天都這麼精神 每一禮拜三都一定來正師堂 來做我們的福田 來我們去看看 去那裡做工廳 你如果吃茶 待會兒就走出來了 你就要換 那我關係 我也不覺得什麼 我都要做到冰冰局 我都不照做人的頭髮 我不愛照做人的後面 我都想說我要做得更多 接著一起來關心天氣狀況 大家晚安 連續一段時間台灣都是吹著偏東北風的這種天氣形態 而昨天東北風在傍晚開始稍稍的減入了 到今天更是水氣減少 氣溫回升 就連大台北都會地區今天也有陽光露臉了 回到一個比較溫暖又舒適的天氣 從微信徒上面其實也可以看到 在前幾天其實北台灣上空都摟罩著一層很厚的雲系 不過今天這個雲系慢慢的往北台了 主要都是落在海面上面這個雲量比較多一點點 至於在整個西半部地區 包括從台北一直到高雄屏東 都是非常晴朗一片有陽光露臉的好天氣 不過因為現在大環境還是吹著東北偏東風的 所以在吹封密的東半部地區 今天持續是有一些鎮雨的這種天氣情況 特別是在北海岸 東北角還有宜蘭 在今天依舊是有比較明顯的降雨 好 至於在未來的天氣狀況 明天的天氣狀況跟今天很類似 都是一樣西半部地區好天氣 但是東半部地區有鎮雨是有天氣情況 所以東西的天氣狀況大不同 如果你要出差或者是旅遊的話 務必要多加留意天氣差異的變化 去東半部地區 千萬要記得帶拔傘了 那麼禮拜二禮拜三呢 還會有一些南方水氣一進來 所以在中部以北地區呢 恐怕又會開始再度的下起雨來 也提醒中部以北地區的民眾 要好好把握今天到明天呢 最後比較難得的好天氣了 因為禮拜二之後呢 恐怕又會再度的下起雨來 來看一下降雨的分布哦 明天禮拜一主要降雨的地方 還是落在北台灣的山區 東北角區域哦 北海岸還有整個東部地區 都是會有一些降雨的情況的 明天的雨是會比今天趨緩一點點 而到了禮拜三呢 禮拜二之後哦 剛剛提過了就是受到呢 南方有一些水氣一進來的關係 所以在中部以北地區呢 又會開始再度的下起雨來了 而北海岸跟宜蘭的雨是 也會再度的變得更明顯一些些 這樣的降雨情況到禮拜三呢 還會受到東北風增強的影響哦 不僅是會下雨氣溫 更會往下滑轉成一個虛涼的天氣 所以呢 未來這段時間其實呢 嚴格說起來都是吹著東北風的天氣 但是呢 東北風每天消消長長會有一些不一樣 有的時候呢 像禮拜二還會有一些水氣一進來 有的時候還會再度的下起雨來 所以未來這段時間 雖然說都是東北風影響 但是天氣每天其實都不太一樣的 提醒大家 務必要持續更新最新的天氣動態 小心不要穿錯衣服感冒了 好 所以來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 這段時間呢 北部地區主要是山區下着雨哦 平地都不太會有降雨的情況 而在東部地區呢 則是持續有一些正雨的情況 這樣子下起正雨的天氣呢 會一直持續到明天 甚至其實未來這個星期啊 都是蠻不穩定的天氣形態 可以看明天白天依舊是有雨的天氣 那麼呢在桃園以南 一直到高雄屏東呢 則是維持好天氣 明天都有陽光露臉哦 甚至連大台北都會地區的平地 其實也都有 這個陽光露臉是比較穩定的天氣 大家要好好地把握了 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是空氣品質的問題了 因為最近都是持續吹著東北風 或者是東北東風 所以在這個雲林以南呢 一直到高雄屏東呢 其實空氣品質都是比較差一點點的哦 都是來到橘色甚至是紅色 對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等級 提醒敏感族群外出要記得戴上口罩 而且恐怕這樣子不穩定的 不好的空氣品質 恐怕會持續好一段時間 敏感族群真的要多加留意 減少從事戶外的劇烈活動了 好最後給大家一點叮嚀跟建議了 受到東北風持續的影響哦 明天呢這個西半部地區是好天氣 但是東半部地區還是有下雨的情況 另外呢早上跟晚上 清晨跟晚上一直是比較涼的哦 所以提醒您早晚外出 還是要記得穿上保暖的衣服再出門 而到禮拜二禮拜三呢 水氣會稍稍地增多一點點 中部以北地區會再度的轉成 陰雨比較失良的天氣形態 提醒您要多加留意這樣子的天氣變化 北部地區的民眾呢 提醒您禮拜二之後 外出要記得戴上雨具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報 我們來看一下詳細的天氣數據 大愛全球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祝福您平安 順心 暴露 記錄 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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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